你對貴黨的同志仁智義盡 我們大家都有經驗 所以我就不表示抗議 要不兩點半 我請主委 彭委員好 我想請教你 現在外勞的總數是多少 公委員報告目前整個外勞總數是 35萬 現在我最近發現有一個情況 最近對於產業的外勞 你們有很異常的叫人家釋出 有沒有這種情形 釋出產業的外勞 是指說限制還是增加 就是說你如果他明了太多 要加這個弄出來 跟委員報告 其實基本上我們對於所有外勞的政策 都是按照法律的規定 然後我們三個月會定期去查核 他們有沒有違法的狀態 你們大家是用法律的規定啊 事實上我看你們好像是為了這個 為了這個保持這個失業率要降到5%以下 特別做這件事 因為我們其實每三個月定期查核是一個滾動 一直不斷都有在做這樣的一個動作 很多公司都跟我們抗議 他說你們最近特別比以前還嚴謹 還嚴格 我是希望查是你法律規定是可以查 但是也沒有必要為了要把失業率降低到5%以下 做這種假動作 跟委員報告我們絕對不會這樣做 但是我自己本身曾經想過要成立一個專案來處理3A 然後我碰到的狀況是 我發現很多人會來A我們的勞保 或者A我們的救保 不然就是A我們的外勞 我曾經想過 跟法務部合作 然後就這3A的部分 其實我們都應該要嚴查 因為要不就是讓我們的勞保基金 或者讓我們的救保基金受損 要不就是因為大家想盡辦法來用我們的外勞 然後減少本國人的就業機會 我曾經想過這樣的方案來給他付諸實現 那基本上都是為了保障本國人的就業權益 跟保障勞工的基金 絕對不會是為了所謂的降低失業率議題 在做這樣的動作 你這個說法是完全 這個用大帽子扣 覺得很有道理 覺得做法律規定 嚴查 這個 把污名化是A健保A什麼A什麼 反正這個罪名化 你這個態度 跟你以前當這個 這個勞工團體的觀念不太一樣 我覺得 沒有跟委員報告一定是站在保護我們本國勞工的權益 跟站在保護本國勞工的基金的權益的立場 是不是想要事業力要下降 我跟委員報告 我就認證我真的看到我們的 勞保我們的救保跟我們的外勞的制度的部分 那麼 因為法律的規定 那很多人希望能夠爭取一些福利也好 或者他把它當作福利或者是 他把它當作我就是希望能夠聘外勞 不要用本勞 那真的是走在法律的邊緣 然後會違反法律相關的規定 我看真的是仲介有問題 仲介比較有問題 產生問題的地方都在仲介的地方 知道外勞他並沒有拿到那麼多 真的問題是仲介 你們有沒有去詳查仲介呢 跟委員報告為了處理仲介相關的議題啊 其實我們不只設了 評鑑的制度然後定型化的契約的條款 對於有關外勞的部分的查查 或者外勞的仲介的檢查這個部分其實我們也都在進行 不是上有對策他們下有對策 上有政策他們下有對策 所以我看了最近 這個我們的傳統產業老實講是蠻辛苦的 他們還是蠻辛苦的 但若是說社福外勞 比較沒有產生什麼大的問題 就在傳統產業的這些外勞上 最近被你們搞得雞飛狗跳 跟委員報告反正在傳統這個產業的部分 我們還把那個比例提高 無論用盡各種辦法 失業率要降到5%以下 我剛剛跟委員報告就是說基本上我們其實對於有關那些傳統產業的部分 我們也是擔心譬如說像我們鑄造等等不受到影響 所以反而要提高它的比例 本來可以啊要保護 可是本來有些不要做啊 很多事情本來不要做啊 你找不到人啊 所以跟委員報告就是傳統產業這一塊 像我剛提到的這個鑄造的部分 或者是有一些比較辛苦的工作 真的本工人不願意做 我今天總是為了比較難做的那個行業 是 來替他發一點言 講點話 是 那今天就比較有規模 那都沒話講了 那這種很生存在很困難的 大部分產業都吸進 他們還留在台灣要發展台灣經濟 這種齁老實講齁 我覺得你們應該不應該太給他們打壓 不會啦 跟委員報告 我們我們不可能會去打壓他們 反而在這次我們的勞資政的三方的有關外勞政策諮詢小組裡面 我們特別把他的比例啊 我們 從以前的十五十八二十 現在二十最高已經都可以到三十五了 對這些本工人特別不願意從事的行業 我們把外勞的比例都提高了 現在 我們有一個 法律啊 除了就業服務法以外啊 還有一個人口販運法 那些那個人口販運法的實行啊 實行啊 效果怎麼樣 是 跟委員報告 那個人口販運被害人的一個保護的相關的規定 是由移民署來主責的 那我們主要是負責 這些人口販運被害人裡面有一些 安置或者有一些工作許可的部分是由本會來處理 他跟就業服務法有重疊啊 有重疊的部分啊 就業服務法 沒有重疊 不是 違反就業服務法也違反人口販運法 有可能 兩邊都違反 對啊 就重疊的部分 有可能 叫法律上禁合的部分 是有可能 有可能 那但是如果就有關於人口販運的部分 原則上人口販運被害人的這個辦法 會是他的一個 優先的一個法律規範 特別的法律規範 現在這個法律 施行 會 判決上會有一個 比較矛盾的地方就是 就這個外勞啊 他很高興 他希望你給我加班 他希望你給我做事 因為想要賺錢趕快要回去 他 這法律判決理由 你又判他說是這個 這個是 不當債務約束或 他人不能不知或難以求助的處境 使人從事勞動與服務 險不相當 之工作者 這個情況 老實講 第一個 他的薪水 跟他們國內比起來 好幾倍 但是以我們國家的最低工資法 或是說超過一點點 那種薪水 我們是給他合法 超過一點點不到兩萬 超過一萬八一萬九這樣 在國家起來 比起來他是遠遠好幾倍 但在我們國家來講 他就說你選不相當 那這個 你覺得是不是有點矛盾 所以 連判決書他都很難交代 會變這樣 就是說 這個勞工 他認為我做得好高興 希望你給我做 我完全不感情到我被你剝削 我做得 拜託你給我做 我做得很好 完全沒有這種感覺 那法律 變成說我外觀上 不是按照你這個被害人主觀上 說你沒有被剝削 是要從外觀上 我就認定你被剝削 我就認定你 那到底要怎麼解釋呢 主觀還是客觀來論呢 委員是法律的專家 所以這個部分 您可能比我更清楚 那因為整個人口販運的 被害人保護法的相關的法制 是移民署 移民署在處理 這問題在於說 主觀跟客觀有衝突了 因為我們國家的話 認為說你這一萬八太少了 或說你跟他加班 你不應該給他加班 千萬不能給他賺錢 那老過人講說 拜託你給我賺錢 一個主觀他人 我沒有被剝削 那我們客觀說 你一定被剝削 那這樣情況怎麼解決 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基本上我們 比如說勞動基準法 裡面有相關的一些法律規定 比如說加班時間 我們也有限制 比如說一天最多 只能加班多個小時 那超過的部分 基本上我們不管被害人 或者是勞工是否同意 我們都認為他是違法的 即便經過他同意 他都還被認定 那是違法 勞工法律沒錯 這種說 他的感覺用刑法 要磕他的時候 這個主觀上的犯義 跟客觀上的犯義 會有的衝突 這個東西就有點類似 就拿一把刀說 我讓你殺 拜託你殺了我 可是還是犯法 同樣那個邏輯 會不會有點像 他是加工自殺 傷害也是一樣 他就是一個犯罪的行為 即便我告訴你 就跟你砍沒關係 還是犯法 像這種情況就有點矛盾 你說加工自殺 還是幫他 還是意圖要殺他 還是有一樣 他也是希望你殺他 還是有傷害 這個他不是傷害 他是賺錢 不過加班到那個程度 可能也是一種傷害 不用說加班 不用說薪水 不用說加班用薪水 這樣的情況 或者說多做一點 沒有到家很多 那也是你也只認為他是這樣 沒有到自殘的程度 因為基本上這個是司法機關在認定 然後也是移民署在主管的 救勞委會的部分 我們大概就安置的部分 跟工作許可的部分 我們會來做處理 所以我是覺得你們勞委會 對這個 當然啦 因為本國的勞工 基本上要先就業 是第一要務 但是呢 這個問題在哪裡 沒有人要做 沒有人要做 你都不能解決這個問題 不過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 在勞委會想這個議題的時候 基本上 所有的工作 殺頭的生意都有人做 所以基本上是在於 勞動條件跟價格的影響 對啊 但是你薪水太高的時候 他又沒辦法支撐 你要讓傳統產業生存 就是這樣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難的問題 就是說在雇主的部分 跟在受僱者之間 如果找到一個可以接受的 者 顯示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他們那個薪水跟外勞脫鉤耶 脫鉤 我看國內的勞工團體絕對反對耶 是 可是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因為新加坡他基本上 他根本沒有這地基本工資的問題 所以他就無所謂脫鉤的議題 所以像這種情況 我看你也沒辦法解決 無法解決 但是我們是認為說 經濟上也要扶持他一下 所以我最近發現到 你們有一點 矯網過正 為了要失業率降到5%下 事實上沒有用 因為不要做還是不要做 那種工作不要做還是不要做嘛 你這樣壓壓壓也沒用啊 還是不要做 那現在一個抓到一個 非法外勞是罰多少 大家罰錢啊 基本上看他違反的那個 法條跟他的形態 那一般來講 如果是非法聘僱的話 是新台幣15萬以上 75萬以下的罰緩 那兩個人的話大概多少 我看好像是以這個數目來那個 有的縣政府自己數目來那個 因為這個採訪的部分 基本上是地方政府在採訪 三個大罰多少 我請問我們外勞組的主要跟您回答 跟委員報告 我們目前那個 就義務法的罰則是15萬到75萬 那過去老也會因為 對於這個非法雇用這個行為 我們必須要來認為應該要加重 所以我們過去是要求地方政府 如果是有雇用非法10人以上 我們要求75萬的總罰 其他的部分大概我們是 75萬的總罰 因為就是以最高法來處罰 75萬 對對就是10人以上 就是非法雇用的情況 我記得有一陣子 三個人以上就75萬 有幾個被罰過 跟委員報告 因為目前 因為地方在採訪時候 因為他要依照行政法法 按照他的情節的輕重 會有一些考量 因素在裡面 所以這部分大概 我們會持續跟地方 來做一個協調 罰75萬太重了 三個人的話 這75萬太重了 我想這個勞工政策外勞的問題 這問題 我想社福外勞的話 也是有很多問題 我想這個 不只是說這個 我想問題出在仲介方面 這很大的問題 你們在這一塊 一直沒有去監督 就仲介的部分 我們會繼續加強監督 這方面 我認為監督的太少 都一直監督到工廠 去工廠收 去工廠怎麼樣怎麼樣 仲介從來沒看到 你們有什麼動作 我們都會注意 謝謝委員垂詢 謝謝我們彭少金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 請 Extrem跡